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4年2月23日 今天是星期五 今天 是農曆年 甲晨年農曆 正月十四 新徵頭還未完 正式來說 要去到正月十五 即是元宵節 才算是正式結束 再補充多一次 可能會有 聽眾會問 那個字應該怎麼讀呢 是不是要讀正字行不行呢 例如我讀正月 原本讀正月的原因是因為避諱 在古代 皇帝的名字 的同音字 你要避開 這個叫做避諱 所以如果你問我意見的話 從文化和習俗的角度 你可以照跟讀正 但是如果你讀正 即是正月 十五 我覺得不可以說是讀錯 因為那個字本身就是正字 如果是從 古代這個字的出處 去討論的話 原本這個正字 其實是出征的正字 因為 是個子 子字 就是腳趾的子 竹字部那個子是後來加上去的 所以這個字在古代的意思 原本是出征的正 但是現代的用法 或者近代的用法 政治 多數是跟正式有關 而且正式也是讀正 為什麼在古代的政治和正字 會混合在一起呢 就是因為出征的時候 是有正義的意思 即是說 我們對一個字的理解 在不同的年代 跟背景 其實 理解是不一樣的 這裏當作資料 跟大家補充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來個政治 揭密 這一節我們要揭露夏寶龍 來到香港 昨天我們才 跟大家揭露 亦都是預測 說夏寶龍下來香港最大的目標 是要建商界 果然跟我們的預計是完全吻合的 我說昨天是英國時間 因為雖然我們的日子是同一日 但是其實我們是兩段時間 即是還是23日 即是香港同一日 早上23日到了晚上 昨天晚上我們就橫跨了 就是由22日晚上到23日 好這節 我們跟大家繼續詳細揭露之前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好 聽眾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敬請各位 記得幫忙支持 我們今天也會有Patreon獨家 優先節目 跟大家 揭露 踢爆建制 反骨裏 應該相當的juicy 好 我們回來研究就是香港最新的情況 我們在較早的時間就是預測 這個夏寶龍 走下來香港 李家超 初初不知道 夏寶龍有甚麼行程 後來被媒體問到口啞啞 再加上我們觀察到夏寶龍說下來香港 一下來就是下來六日的 你也頗難想像如果下來 是官式交大 做大戲 純粹見李家超 叫李家超繼續努力吧 做好一點 加油 信任你 根本不需要下來六日的 所以 跟大家 用 常理去分析 香港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要旅行一天都玩完了 下來打卡 為甚麼要留到六日七日那麼久呢 原因肯定是要在不同的日子 約了見不同的人 而且見 不是見15分鐘 說兩句說話就說完 而是 可能要深度對談 所以 我們唯一想像到 夏寶龍要下來香港 不是見 李家超 陳國基 這些人 而又需要 見五六日的 肯定是香港的商家 包括大量的外資 而這個推測 我相信我們也是在全香港 所有的時事評論中 最早 那麼準確說到這件事 其中一個原因我們經常 去猜測 北京的京官的想法 是那麼準確的原因 當然跟我們過往 的經驗 以及 我們認識的人的 報料有關係 即是說中國大陸 那個每一個動作 中共還有國內 那個 行為作風 一向都是我們的掌握範圍 所以我們經常 看到他們的動作 可以瞬間閱讀到他們想做甚麼 也是因為 中共 實在太無恥 所以中共 很少會做包裝 如果他要做包裝的時候 就是有所求的時候 既然夏寶龍要下來那麼多天 除了 你是勸 外資和商家要繼續投資之外 我們真的想像不到 為甚麼要花那麼多時間在香港 那證明了甚麼事呢 證明了北京 對 香港 現在的施政 一定 是極度不滿 很簡單 因為夏寶龍對上一次來是甚麼時候呢 是2023年的11月 即是說 距離現在只是過了三個月 但是這三個月 香港的情況急速惡化 所以導致 北京 需要再派特使 下來香港 而這個特使正正是夏寶龍 看看中國大陸的官場 現在的情況 你可以看到中國大陸 雖然胡亂出招 但是你看到中國大陸現在 是在用多種方法嘗試 去搶救和挽救經濟 即是說 對北京來說 交代了叫你香港 好好地 做好金融中心 搞好經濟發展 你就這樣聽 你以為是官式的 講話來的 但是實際上 原來北京 是真的 想香港 麻煩你不要再搞壞 麻煩你 搞好你的金融中心 經濟要振興 而不是出來 喊口號 跟你說 搞夜市呀 什麼日夜繽紛呀 什麼柔治及興呀 什麼好樂觀呀 完全不是想看到這些東西 其實這個邏輯很簡單 這些 領功勞的事情 不是你做的嘛 你是北京的手下來的 你是地方官 地方官是要交政績出來的 是不是 有功 當然是我自己領回的 如果香港搞得行 我說由志及興 也是由習近平把口自己說吧 什麼時候輪到你 香港的地方官 官員 自己出來 在讚自己 所以你從官場的邏輯去解釋 是很簡單的 我交一間廠 給你看著 你交一條數出來 這條數是漂亮的 功勞是我要的 最多讚你一句 是不是很簡單 有面子的時候 給你一點點 不是你 盤數 烏梨馬茶 然後 然後 你自己在宣傳說 那間廠很厲害 由志及興 是不是 每個月都負增長的 交代香港給你管 是因為我沒有空管 叫你去管 不是叫你出來領功 但是你看香港那群垃圾官出來說什麼 每天出來說OK 香港前景很好 但是所有東西的數值 急插的 盲的也看到香港故事急插的 大陸的市場要出國家隊的 你香港在搞什麼 香港那群垃圾官員 在東撕校貧 看到那些京官 出來說沒問題 前途一片向好 他們又學人出來領功 出來大叫 真的不知所謂 其實你用正常的 管工邏輯去想想也知道 那些京官怎麼可以容許你自己出來領功 還要的 那麼惡劣 結果夏寶龍下來 今天 立即走去見 新鴻基地產 郭炳聯 還有 合和的胡應商 即是說 現在 夏寶龍下來 就是要解決 經濟問題 當然 當然 我也不是覺得這樣算是什麼好消息 因為如果夏寶龍 和習近平 懂得搞經濟的話 他們就不是叫習近平和夏寶龍 他們應該叫做 胡錦濤 和李克強 正正就是因為他們不是胡錦濤和李克強 中國大陸和香港才搞到今時今日這樣的程度 這兩個人 一個叫習近平 一個叫夏寶龍 都是以鐵碗 建清的 即是說 他們只懂得搞強硬路線 所以他們見商家 也未必對商家來說是好消息 因為我們有理由相信 他見香港的地產商的原因 是要 指令 香港的地產商一定要繼續投敵 早前這個北部都匯區 香港政府 自作主張 將大量 香港的地產商土地打靶 然後引來 香港的地產商聯合反抗 拒絕 再在香港投敵 我當時已經說這件事 是近十幾二十年未曾發生的一件大事 香港的親建制媒體 不斷把這件事 是嘗試掩蓋 嘗試把這件那麼轟動的事 難處理 只要稍微有嘗試的人都知道 其實等於 香港的地產商和香港政府等於決裂 而香港 庫房赤字 因為地產商不再跟你用貴價買地 再去賣樓 香港政府立即入不庫置 這件事 是 幾十年來的大件事 而香港想盡辦法 將這件事的消息 隱瞞 香港政府和香港的商家地產商 你可以用 deadlock 困死了 的互鬥情況來形容 所以這次 夏寶龍下來 除了建商家和外資之外 我們大膽地 去分析和推測 他要在這件事 事情上 是要介入的 因為 正常 有眼力的人都看到 你不要計算李家超 不斷出來說謊 正常有眼力的人都看到 香港 就快被現在的政府搞死了 經濟 如果再不出手搶救的話 後果 不堪切償 因為香港時至今天 仍然是中國大陸 的外匯窗口 如果這個窗 是閉塞的話 中國大陸是會死快一點的 不過雖然我們做了這麼詳細的分析 和推測 但是站在中共官場的角度 我都可以多肯定 他不會出來否定 現界政府的 會出來大大聲 說你做得很好啊 你繼續做下去 不信你繼續看了 因為這個一向 是中共的慣常做法來的 去到 殺頭那一刻才會告訴你 而且是根本不會公佈的 秦剛被拘捕之前 是沒有任何的風聲的 好 我們這節跟大家 推測和詳細分析 揭露 夏寶龍這次下來香港的原因 我們這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我們贊助本台 如果國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rkshark 首先 你是否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寸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十分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iOS Sharkshar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在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嘗試吧 這幾乎 在我可靠最多的手 最大的水闐 我們可以放在家裡 那些用戶口